眼看要失宠 王沪宁急了 早就警告过苹果公司如今噩梦成真 让雄心老鼠怀孕蝉子 中共专家再引轩然大波 不准躺 躺平浪潮威胁习近平中国梦 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6月19日 欢迎收看第三期《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作为近几年中共急剧向左转 回归文革的关键人物 被冠以国师头衔的 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的许多做法 不得人心 近一段时间有消息称 习近平对屡屡给自己挖坑的王沪宁 已经失去了信任 在接下来的中共二十大人事布局中 王沪宁的地位可能被他人取代 就在此时 6月18日王沪宁公开露面 并讲话含有路股的连说十次 伟大吹捧习近平 6月18日王沪宁在出席一场 中共党庆活动中发表讲话 引人注目的是 讲话中王沪宁连续以 伟大斗争 伟大工程 伟大事业 伟大梦想 历史性成就 历史性变革 伟大飞跃 这类词对习近平歌功颂德 媒体通过查看官媒通稿 王沪宁短短两段话中 仅伟大一词就用了十次 频率惊人 有分析指出 按照中共官场惯例 官员对上表中 并非就是好事 往往或是辟谣 或是出事的信号 比如大老虎令计划 在落马前 就在党媒求是刊文 对习近平表中 连提16次习近平 而王沪宁此次露面 则似乎有意要对 近期有关他的失事传闻 进行辟谣 5月31日 中共召开政治局会议 习近平指示外宣和媒体 要把握好语调 谦逊谦合 努力塑造 可信 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 时评人士岳山分析认为 习近平的这个说法 或表明他对中共战狼 外交官和战狼 世大外宣的不满 也就是对掌管宣传 以及实际介入外交的 王沪宁的不满 有分析指出 北京当局 现内外交困之际 官场送习之风 却愈演愈烈 今年两会期间 吹捧习近平的高官言论 就屡屡获得官媒高调集中刊发 并且特别强调习的舵手称号 相信这也是习近平 为明年二十大连任造势的一部分 海外时评人士网友群 近日撰文分析 5月5日 大陆网易发表 现任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2008年的一篇旧文 但把标题改为 没有对文革灾难的反思 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经济的增长 上述刘鹤旧文的基本观点 与王沪宁主导的 回归文革的几所说法 是完全不同的 大有与王沪宁唱对台戏之一 背后可能有中共高官支持 此外 大陆媒体近期围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发表系列文章代表中共体制内改革派的新生 也是对王沪宁主导的文革回潮的回击 再往前看 在全球疫情人陷水深火热之际 王沪宁主导的中宣部 却出版了一本歌颂习大大的 抗议的大国战役 被国人痛批 丧事喜办 甚至遭到了北京民众的实名举报 时至今日 习处境危怠 对王沪宁的问题有所认识 可能安排其精进取而代之 我们的时光故事 第三十三期节目刚刚播出了 这一期我们说的是 一个令德国纳粹文风丧胆的瘸腿女间谍 一生行踪成迷 新频道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订阅和分享 好了 让我们来接着看第二条新闻 面对中共的强硬做法 苹果比其他任何公司都显得更脆弱 在过去几年里 苹果多次向北京当局做出妥协 不但将中国客户的数据置于风险之中 还为中共庞大的审查机器提供帮助 损害了公司长期以来 赋予其品牌的核心价值 作为苹果公司的顾问 资深美国专家曾警告苹果 在中国经营的风险 并指出没有退路 然而现在噩梦成真 纽约时报18日刊发评论 2014年苹果聘任了即将离任的 乔治华盛顿大学商学院院长 顾道格给公司当顾问 顾道格数十年来一直在研究中国 他对当时的中共政权感到担忧 你们明白习近平是什么人吗 顾道格不断地提醒苹果高层 包括库克的几位高级副手 文章写道 顾道格经过研究苹果在中国大陆的供应链 结论是 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提供苹果所需的规模 技能 基础设施和政府支持 因为中国的工人组装了几乎每部iPhone iPad和Mac电脑 而且该地区还成为了苹果的第二大销售市场 与此同时 面对当时中共正在加强控制 顾道格也意识到 没有公司比苹果公司更容易成为中共打击的目标 顾道格在接受采访时说 这种商业模式真的只适合于中国 但之后你就和中共绑定了 顾道格认为 习近平很快会开始寻求苹果做出让步 苹果没有退路 文章分析 事实证明顾道格是有先见之明的 中共治下的中国大陆出现了民族主义 威权主义 导致苹果 耐克和美国NBA等公司面临两难的境地 他们一方面舍不得在中国有利可图的生意 一方面不得不做出很不舒服的妥协 2016年11月 中共通过了一项法律 要求所有在中国收集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 必须保存在中国 苹果最终做出了让步 将中国客户的个人数据 转移到一家中共企业的服务器上 也就是苹果内部被称为金门的项目 此后 在网络安全法生效后的三年中 苹果表示 公司在九起案件中向中共政府提供了iCloud账户内容 只对三次要求进行了挑战 文章最后写道 顾道格和许多企业高官 政客和学者 曾压堵西方在中共的投资会使中国自由化 现在已经很清楚 他们估计错了 正如2019年已经离开了苹果的顾道格所说 我们错了 难以预测的是习近平 为争抢科技第一不择手段 中共专家的生物试验再次违背伦理 在全球质疑武汉病毒所开发生物武器之际 大陆媒体又开始宣传 中共科学家完成全球首例雄性老鼠怀孕产子试验 不过消息一经传出 就在中国微博上引发轩然大波 据中国财经网报道 日前有陆媒草作 中国科学家让公鼠怀孕产下十肢幼崽 鼓吹又创下了一个全球第一 该报道称 这项试验过程是将公鼠阉割 并将其身体与一只母鼠身体连接 制造出连体鼠 然后从母鼠体内获取雌性激素和血液 然后给公鼠移植子宫并种植胚胎 最后成功产子 为增加实验成功率 研究团队总共制造了46对连体鼠 在怀孕的公鼠进行剖腹产后 成功生下了十肢正常幼鼠 这份研究目前尚未通过同行评审 因此未正式发表 不过该消息在中国微博上引发轩然大波 有网友在网易留言 罗列中共科学家研究耐寒文字 编辑婴儿 研究橘头腑等项目 使其反自然 更有网友质问能不能干一件人事 还有专业人事评论 该试验使用阉割的熊鼠 移植的子宫共享的血液系统 理论上和直接外置一个子宫区别不大 其实离真正的意义 公鼠怀孕产子还很遥远 文章传到海外中文网络 也引起了网友的批评 有网友评论 和几年前贺建奎搞的人造胚胎一样 丧失伦理 现在中共科研沦落到如此不堪 居然还有人沾沾自喜 还有网友调侃 太及时了 现在中央政治局决定了 一对夫妇生三胎 女人不怀就给她老公接种吧 现如今 躺平主义成为中国年轻人 对政治经济无奈最消极的抗议 却成了中共的眼中钉肉中刺 对此 彭博社专栏作家撰文分析指出 中共斥责躺平是毒鸡汤原因 不外乎违背中共奋斗的美德 与习近平宣扬的中国梦背道而驰 更直接否定数十年来 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方式 文章指出 自1989年中共在天安门镇压以来 中共一直试图将其合法性 与经济发展绑在一起 其隐含的交易就是 不要要求政治改革 或挑战政府对权力的控制 中共将提供不断提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因此 经济活力的丧失将对中共构成威胁 这就是北京当局要专注于 保持高度经济成长的关键原因 文章写道 中国的确在经济成长取得了惊人的成功 但神速的经济成长的速度 应该归功于中共自己早期政策灾难造成的低基数 而今 中国年轻人不再渴望党提供的物质进步 躺平主义席卷年轻人 这在思想和精神层面破坏了习近平的中国梦 也就是习所宣扬的民族复兴事业 提升中国在世界影响力而艰苦奋斗 无私奉献的中国梦 尽管躺平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 而不是一种明显的政治行为 却等于否定了中共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方式 中国年轻人放弃根深蒂物的精英控制的操纵游戏 与其996努力工作和储蓄去买房买车 结婚生子 他们的选择是安于现状 放弃欲望的生活 文章最后指出 中共提出通过市场经济实现小康社会目标 却发现自己被资本主义折磨 却无法选择退出和什么都不做 因为要达到中共宣称的基本富裕水平 对人在努力摆脱贫困的中国而言 完全无切实际 好了 以上是本期《妄为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